在Visual Basic裡面,你可以切到模組 模組裡面它錄製的話一定會幫你自動產生一個叫Module 1 裡面打開來點兩下,它就會幫你產生的東西 其實就是一定是一個SUB,所以特別注意 聚集錄下來的東西一定是SUB 第二個它的結構一定是一個名稱加一個小瓜糊在後面 結束的位置一定有一個END SUB,頭跟尾在這裡 另外順便講一下字如果太小,你可以從工具的選項 撰寫風格裡面,預設是9號字 把它改成大概12號字吧,看起來比較舒服一點 如果你們螢幕解析度調太高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調一下那個字的大小 從工具的選項、撰寫風格 這邊都可以調字型的大小 因為它預設好像9號字,是真的太小了 比較傷眼睛 按確定之後的話更改 錄下來的東西以後我是建議 這個單引號開頭的都叫做註解 前面這些我都習慣先把它刪掉 因為這些其實沒有必要 它好像告訴你說這邊是什麼結局之案的聚集 那我的習慣是這樣 我會把剛剛的步驟 假設我們剛剛有做了四個步驟 錄出來的程式 我會習慣在這邊加個單引號開頭 第一個步驟呢 後面我就寫說什麼 這個底下這一行 實際上就是把游標放在B2的儲存格 所以特別注意喔 以後慢慢各位要學會一個叫Range的物件 這個Range的物件指的就是你要存取哪一個儲存格 那可以用Range Range 後面的話 雙引號裡面就放它哪一個位置 B2 指的就是儲標 放在這裡 點slate 就是儲標 點下去那個動作 再來呢 我們有沒有 再把資料編輯列放在上面打個勾 你會發現喔 它會幫你把什麼呢 公式 公式其實就是formular 那R1 C1指的是列 R是指列藍 C的話是指藍 藍跟列的關係它用相對的 不過這種敘述方法 它電腦才看得比較懂 我們如果用這種來敘述真的太麻煩 所以通常我不會用這種R1 C1的表示法 我會用什麼 我們比較習慣的 就那個公式 直接把它放上去 至於這個細節 可能這個後面有機會再談 那所以呢 第一個你可以在這邊 一 我儲標放在 當然這字太多了 我就自己再打個什麼什麼字 你可以自己打個自己知道 比如說我這邊第二個步驟 那我就是輸入公式 然後呢 再來Select 這邊有個Selection 第三個H是什麼 就是什麼 向下填滿 所以第三個 向下填滿 打一下敘述 這樣的好處 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將來回頭看 我就知道這個是做什麼 這個是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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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一目了然了 OK 那以後如果說你要撰寫VBA的話 直接可以拿這上面的方法來參考 清除也是一樣 清除部分的話 這個我想大概就是這樣子 就是至少你稍微看一下 你的VBA 你的Excel錄下來的東西在哪裡 那 了解完那個聚集之後的話 接下來 我們就來看那個 就是VBA部分 VBA的話 這個按鈕 就把它直接剪掉 剪掉就是把它拿掉 我們重新再撰寫 那當然這邊也不需要了 OK 那我要怎麼樣開始撰寫 我的VBA的程式 那VBA比較麻煩 因為從頭到尾都要自己寫 一一樣切到Visual Basic 二的話 請你重新插入一個模組 因為這個Module 1是放聚集 我習慣是把它重新再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把它分開來 變成Module 2 不過會有同學說 老師 那我不能寫在Module 1裡面嗎? 其實是可以的 OK 你可以把它寫在下面 只是我為了顧慮到那個 就是兩個可以把它分開來 比較 比較好啦 辨識了 所以我們就重新再建一個Module 2 接下來我做什麼了 接下來我就是 因為我需要將來怎麼樣 在這邊 所以這邊我習慣把這個視窗稍微縮放一下 那我希望將來在這邊多一個按鈕 叫怎麼擷取自串 好了 這邊我看一下 我的講義裡面 自己寫的 這邊 假設 叫刮鬍自串 的一個按鈕 OK 這個就是我剛剛等一下要打的程式 這個程式裡面的話 第一個要怎麼增加 一,插入模組 OK 第二個的話 插入程序 程序的名稱 就叫那個刮鬍自串 好了 OK,因為我要是按鈕 所以用Sub 按確定 好 那接下來要做什麼 因為我要把那個回圈先寫完 回圈的話 意思說 For i 等於第二列到第十列 所以就是 直接在這邊寫一個For For回圈 For i 上次上課有寫過 等於 第幾列 第二列 到 第十列 Enter兩下 再打一個NAS 這個是 回圈先讓他知道 我就要重複那些列 那要做什麼呢 基本上我要找錢瓜糊 那錢瓜糊怎麼找 特別注意 在Excel是用FINE 可是在VBA 我前面講過 Excel有Excel的函數 VBA有VBA的函數 那VBA的函數 它不叫FINE 它換了一個名稱 叫INSTR 函數 那使用的方法跟FINE很像 只是參數顛倒 所以 這裡的話 我為了要把那個 他錢瓜糊 抓到的位置記下來 所以我用A 這個A的名稱是自己取的 那A等於什麼呢 用VBA去幫我找什麼 VBA 你可以打一個VBA 電 那我要找那個尋找 尋找的函數 這個VBA指的是 VBA裡面所有的相關 這個物件 裡面所有相關的函數 方法這些都會列出 其中有一個叫 INSTR 在這裡 所以你就找INSTR 這個 點它兩下也可以 找到了 OK 錢瓜糊 它會跟你講說 裡面的話 大概至少給它幾個訊息 不過特別注意 剛剛FY函數是先找錢瓜糊 再去哪邊找 這邊剛好兩個順序顛倒 所以第一個你要告訴他 你要去哪邊找 請你幫我去 這個儲存格裡面找 這個儲存格的敘述 就是叫Sales 錢瓜糊 哪一列 因為我這個列它會變動 不是第二列 是I列 豆點哪一欄 A欄裡面幫我找一下 有沒有錢瓜糊 豆點 好 第一個去哪邊找 第二個找什麼 找錢瓜糊 OK 所以特別注意 其實跟剛剛的邏輯最大不一樣 是把FY函數改成這個函數 其他做法都相似 第二個是它的那個 參數的順序剛好顛倒 FY是先瓜糊 再去哪邊找 這個是先去哪邊找 再告訴他找什麼 再來就是說 後瓜糊的話 我用另外一個 所以把這一行複製好了 複製貼上到這邊 多增加個B好了 這個B指的是什麼 就是要找後瓜糊的位置 後瓜糊位置 OK 好 這樣的話我就知道 前瓜糊後瓜糊位置都找到了 那我已經知道它有前瓜糊後瓜糊 那我就把那個位置 最後切割的結果放在B欄 那特別是你要放過來的話 記得把放到哪邊的寫在前面 所以要記得把那個Sales 瓜糊的I列的B欄的資料 OK 等於什麼呢 等於 幫我把A欄的資料切割 放在B欄裡面 所以MID 前瓜糊 特別注意 這個MID在VBA裡面 也叫MID 所以不太需要修改 用的方法都幾乎一樣 MID裡面的話 VBA它一樣要跟你要 請問一下你要切割什麼資料啊 那我要切割A欄的資料 所以 其實可以把這個拿來複製好了 這個複製一下 這邊 把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A就可以了 OK 就是去幫我把A欄裡面的資料 做切割 那切割的話 第二個問 逗點 它問你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 A指的是前瓜糊的位置 再怎麼樣呢 加1 OK 應該可以看懂這個邏輯 然後逗點 再來它會問你第三個問題 那你要幾個字啊 那不就是什麼 後瓜糊的位置 減前瓜糊的位置 再減1 所以什麼 B 減掉 AB的話 後瓜糊的位置 減掉A A是前瓜糊的位置 再減一個字 跟剛剛那個邏輯一樣 有沒有 一樣是密的 後瓜糊一下 好 這樣的話 基本上我們程式 就大致上就寫完了 不過呢 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 之前一樣的顧慮 如果 某一個儲存歌裡面 假如沒有瓜糊的話 特別注意喔 如果它沒有瓜糊 你去找的話 它回來 INSTR 如果找不到 φ 凡數是會請value 不過呢 因緒凡數呢 找不到的話 它回來是0 0是找不到 OK 意思是告訴你說沒有 它不會跟你講沒有 它會返還一個數字 跟你講說0 0意思就是沒有這個瓜糊 所以喔 假如說我現在去執行它的話 程式應該會發生錯誤 而且錯誤在哪裡呢 錯誤在切割 趙大棚的時候 為什麼我執行給各位看喔 執行 欸 你會發現喔 程序 呼架或引述不正確 按真錯 其實以後各位看到這個錯誤 也 就是不要緊張啦 反正你就按真錯 它會告訴你說哪裡出錯 那這個時候呢 我怎麼除錯其實也蠻重要的喔 你游標放上去 趙大棚 A等於0 有沒有 B也是0 所以你會發現喔 B減掉A 0-0還是0 再減掉 不是變負1的 長度有負1的嗎 沒有嘛 所以喔 這個地方呢 就必須要多增加一個邏輯判斷 什麼判斷呢 就是判斷喔 A 如果等於0的話 當然B也一定等於0 如果這個A等於0的話 那我當然就不去做切割 就不做這件事情 可是如果它不等於0 表示它有前刮鬍 也有後刮鬍的話 那我才去切割自串 所以特別是喔 這邊會比上一次上課多一個邏輯判斷 那邏輯判斷要放在哪裡喔 記得喔 是放在你要切割的上面 我們做一個邏輯 邏輯判斷一定是enter一下 那怎麼敘述邏輯呢 if 那這個時候呢 請你把程式停掉 停掉的方法記得喔 如果有黃色訊息 記得上面有一個停止鍵 請各位就是按一下這個停止鍵 OK 然後呢把這邊呢 輸入一個if if就是邏輯判斷 如果什麼條件呢 如果A 假如 其實我們要什麼 當A 它等於0 等於0的話呢 就不要切割 所以特別注意喔 我們剛好是 要當它不等於0 所以不等於0特別注意喔 不等於的話 一定是小於大於 如果等於0是這樣敘述的 等於0 可是我不是要等於0 等於0你就不要執行嘛 那不等於0才執行切割的動作 所以敘述的話記得喔 把它改成小於大於補一個0 如果A不等於0的話 打一個z 然後才去做下面的事情 那建議是下一行按一個tab 幫它下一階 下一階意思喔 這個如果對了才能執行 不對就不能執行 那並且記得喔 如果有if的話 下面這一行 一定要有個n的if 結束這個邏輯判斷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有for一定有ness 有if一定有n的if 所以我們在這邊 多增加一個邏輯 是什麼呢 如果當A 它不等於0 意思就是裡面有挖虎的情況下 才執行切割的命令 反之就不切割 OK 為什麼呢 A如果等於0它就跳過了 跳過就是換下一個 所以我們來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剛剛這個地方程式如果寫完的話 那我就把它執行 看看會不會成功了 那如果你如果全部沒打錯的話 直接執行 有沒有 全部就執行OK了 一次就可以成功了 但是問題是 這邊程式一個字都不能錯 那我講過啦 程式就只能100分 所以程式要能夠打全部正確 一定要非常的細心 另外呢 邏輯要清楚 自然程式就寫的OK 就是有點像我直接跟電腦 跟它talk 你要幫我做什麼 我就把你的SOP告訴你 然後呢 全部SOP的都是用固定的規則的方法 告訴它 它看懂它就全部都執行 所以這個有種訓練 這個當然沒別的技巧 就是花點時間吧 然後把敘述都寫完了 按一下按鈕 全部就搞定了 最後的話呢 請各位再多寫一個 就叫清除 清除上禮拜才寫過了 所以你可以上面這個要複字貼來改也可以 或者你重打也可以 我習慣拿這上面來改 也許叫清除 清除的話其實你可以參考之前的 或者是說其實改也不難清除 把那個名稱改清除 然後呢 這個回圈這些都不需要 就是邏輯判斷也不需要 所以AB這些都不需要 然後把它回到前面 END IF也不用了 其實就是把B欄裡面的東西清空 所以等於什麼 等於沒有東西 沒有東西的話 就兩個雙以後 這樣就清除了 所以我剛剛是直接把它複字貼 或者你可以另外貼完之後 自己再把不需要的刪掉 最重要是把B欄後面 本來是用MID 改成一個清除雙以後部分 那我就再把它執行看一下 會不會清除掉 清除 OK 那就清除了 所以刮鬍自竄 清除 OK 那當然以後做完之後 最後呢 再把按鈕做上來 插入什麼呢 這個按鈕 其實做法跟剛剛聚集一模一樣 只是說剛剛多聚集兩個字 沒有 所以把這個再複字貼到這個按鈕上面 然後再來就是 我剛剛是用複字按鈕 才會一樣大 再多增加一個清除 再按右鍵 重新指定清除 OK 複字一下 一樣把它變清除 這樣的話程式就OK了 再按一下看看 OK 沒問題 這個當然是今天最難的部分 程式在你們講義的35頁也有 OK 那35頁跟剛剛我打的最大不一樣 各位不曉得有沒有觀察出來 哪裡呢 就是這個註解 有沒有 1做什麼 2做什麼 3做什麼 那這個註解是寫給自己看的 因為如果加了註解 你就比較能夠知道 因為我加了註解 你應該比較看得懂 其實很多人加了註解說 老師我突然看懂VBA程式寫什麼 其實你不是看懂程式 你是看懂註解吧 OK 所以註解其實是寫給你自己看的 也許將來一段時間你忘了 因為你現在寫很清楚 但是過一段時間你就不是那麼清楚 不過至少你有註解 比較是有一些線索可以回顧一下 你到底寫了什麼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這個基本上不算太複雜 邏輯跟剛剛的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說我們有點像 把什麼把中文翻譯成英文 這樣其實就翻譯一個方法 結果 但是這種方法的好處是 你可以分很多行敘述 那Excel是只能有一行 它的公式只能一行 OK 所以差異我覺得 有時候反而複雜的東西 用VBA來敘述 相對還是比較簡單 那這部分請各位先試著寫寫看 VBA部分